民眾追劇解饞撕開一包滷豆干 手指抓著正準備放進嘴裡 突然發現 怎麼裡頭有一坨小小黑黑的 拿起來靠近看 嚇死人竟然是隻小老鼠 揉揉眼睛再仔細看 真的沒看錯 是一隻小老鼠的干絲長5公分 而且頭部眼睛四肢清楚可見 投訴人說 差點就吃進肚子裡 覺得噁心想吐 這個衛生局有來嗎 老字號豆干裡面有小老鼠干絲 台中衛生局一早前往製造工廠機查 業者關上鐵門 少數工作人員進進出出 暫時不對外回應 現場的排水溝溝溝加蓋 電風扇基層 以及排風扇溝加沙網等缺失事項 機查生產環境三項缺失 要求限期改善 而鼠式豆干17號是在台南新發現 製造地點在台中 市府派人前往機查後 發現包裝地點在高雄 機查範圍橫跨三直轄市 這樣而已 我們有可能會不會痛 想想要同一批次要先下架 市議員要求業者同批號先下架 以免民眾吃壞肚子 此次豆干裡竟然由小老鼠 屍體買到的民眾嚇壞了 也衝擊老字號豆干業者金字招牌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